好多东西怎么会有蛇呢 你把熊黄粉 撒到他身上 然后用钳子把它夹出去 快去啊 前面叫他救我 救 你救我 救我 救我 前面叫他 快救我 你没事吧 贤妃娘娘 这好端端的 怎么会有条蛇呢 贤妃娘娘 并且觉得困乏 便想在暖阁里休息 就没叫其他人伺候在侧 不成像 忽然从梁上 掉下条蛇来 把贤妃吓坏了 那是条毒蛇 要是咬着你了 你母子都不保 可是这好顿顿的宫里 怎么会有蛇呢 多谢贤妃娘娘救助 要不贤妃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贵人快喝口水了 阿金 喝口水 今儿是金哲 想必是什么蛇虫鼠蚀 都出来了 贵人蕴中怕冷 供者的炭盆暖和 也是招蛇虫呢 怎么了 好痛 主持人 怎么了 痛得很痛 快去找太医 是 怎么了 医贵人 肚子疼 别着急 肚子疼 去请太医了 把这角落里 都撒去石灰和熊黄 还有你们 这墙根底下 梁柱上都好好查看一遍 可千万别再跑出点毒蛇来了 奴婢请皇上 皇后娘娘万安 请家贵人安 起来吧 医贵人呢 我们主正陪着医贵人呢 太医也来过了 说医贵人母子无碍 很好 很细心 奴婢谢皇上夸奖 如意 臣妾给皇上 皇后娘娘请安 起来吧 医贵人如何了 这怎么会 又是御蛇又是腹痛 听得本宫心惊肉跳 说来也怪 不知为何 从梁上掉下一条毒蛇 吓得仪贵人牵动胎气才腹痛 太医也来看过了 如今喝了安胎药睡下了 应无大碍 俗话说 精蛇到蛇出洞 今儿是精蛇 御蛇也是有的 义贵人有云不适 今儿可又遇到这样的事情 这实在把动了胎气啊 皇上 仪贵人怀有龙胎 此番受了这么大的惊吓 实在可怜 臣妾听闻 蛇乃至阴至毒之物 骤人侵扰锦阳宫 怕有什么不利啊 皇后的意思是 锦阳宫靠近玄穹门 地气潮湿 若是往后再有蛇虫鼠蚁 惊扰了龙胎 那该如何是好 且锦阳宫现在正在翻修 依臣妾所见 不如将仪贵人 迁居别宫居住 迁居别宫 这一时间打扫出别的公园 只怕是仪贵人 也住不惯哪 若是仪贵人愿意 臣妾宫中倒是可以暂住 皇上来了 别气了 臣妾今天受到这番惊吓 真是怕以后 再也见不到皇上了 你别胡说 朕还盼着你 为朕担下一个皇子呢 皇后啊 仪贵人本是你宫中的人 让他挪去长城宫居住 由你照料 朕也放心哪 是 皇上 臣妾有事禀告 方才臣妾与皇后娘娘 于协方殿过来 正是因为二二个病着 皇后娘娘 如今二二个病得正厉害 你哪里还能分心 再去看顾仪贵人哪 永连病了 要不要紧 怎么不早些告诉朕呢 都怪臣妾疏忽了赵梁 还请皇上允许臣妾 将永连先接回来赵梁 但永连痊愈了 臣妾再将永连送回邪房殿 是啊皇后娘娘 既然分心无数 不如先专心看顾二二个 哎呀若是没有贤妃娘娘 恐怕仪贵人今日也不能万全了 一臣妾看 不如就由贤妃娘娘 先为照顾仪贵人吧 贤妃娘娘本就替皇后娘娘 协礼六宫 行事又贴皇上的心 由贤妃娘娘照顾 最为何事不过了 皇上 今日幸得贤妃娘娘沉重 帮臣妾驱赶毒蛇 否则真的不知道 臣妾肚子里的孩子会怎么样 不过 臣妾是断断不敢在这儿住下去了 贤妃 你意下如何 皇上 臣妾未曾申誉 不知该如何照顾有孕之人啊 你说的也是朕的不虑 虽然贤妃未曾申誉过 但把大阿哥照顾得多好啊 若是如今 连贤妃娘娘都推托 不敢看顾龙胎 那这宫里 恐怕再也没人敢担这个职责 贤妃娘娘可是怪贫妾 从前言语失礼 今日得贤妃娘娘救助 贤妾满心感激 还请贤妃娘娘能看顾一二 别叫贤妾再住在这里了 如意 皇上 臣妾即可回去将偏殿收拾出来 供仪贵人居住 仪贵人还不要嫌简陋才好 怎么会呢 以后可要叨扰贤妃娘娘了 好 那就这么定了 你和三宝把冬暖阁收拾出来 依贵人很快就搬过来 奴婢会好好收拾 依贵人怀着龙胎 延禧宫上下啊 一定要小心账户 这个自然 依贵人这样的好福气 奴婢自然会小心你 你和三宝把冬暖阁收拾出来 奴婢怀人怀着龙胎 一定要小心照顾 这个自然 你也要满足 姐姐 海岚 姐姐 今日在景阳宫受惊了吧 你消息倒是灵通 坐 如今宫里个个都盯着景阳宫呢 有什么风吹草动不知道的 往后这宫里的眼睛 得盯到颜禧宫来了 姐姐的意思是说 一个锦阳宫就足以引来毒蛇 往后仪贵人迁宫了 这颜席宫 岂不会成为蛇虫鼠 分至踏来之地 我真担心这个 姐姐别担心 你看 姐姐 你看 这些是什么草 这个是薄荷叶 艾叶 还有半枝莲 都有蛆虫辟邪的功用 我想着做一些香包 挂在颜禧宫里面 希望可以驱邪避灾 你也觉得仪贵人御蛇 十分蹊跷 是啊 你想仪贵人御蛇 人人都上心呢 怎么会突然出现毒蛇 又这么恰好 就落在仪贵人的住处 姐姐 今日若非你沉稳 仪贵人他们母子的性命 便很难说了 是啊 是巧 皇后娘娘恕罪 臣妾擅作主张 实在是有不得已的内情 你主意到大得很 说来听听 臣妾知道 皇后娘娘关怀仪贵人 想接仪贵人 到长春宫居住 可皇后娘娘细想 到底是二阿哥要紧 还是仪贵人母子要紧 二阿哥得的是孝证 须得在您身边细心养护 可这仪贵人运忠娇弱 心里说不定多介意呢 若是道士闹出什么不快来 皇上也只会怪罪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又何必将这种苦差事 揽到自己身上呢 更何况仪贵人受到惊吓 日后必定会日夜折腾 反而影响了二阿哥养兵 皇后娘娘今日抛下二阿哥 到景阳宫去看望仪贵人 皇上已深知您的贤惠了 家贵人所言极是 奴婢看皇上对二阿哥上心 定是会常来长春宫探望 这也是皇上与娘娘修好之计 若是仪贵人夹在中间 反倒诸多不便 再者 万一仪贵人有什么差池 那也是贤妃的不是 与娘娘无关 那可不成 皇嗣要紧 若是仪贵人这一胎是个皇子 本宫定要亲自抚养 赵仪贵人 赵仪贵去协方殿接二阿哥了 林兴正在将偏殿打扫出来 已供二阿哥养病居住 家贵人 是本宫错怪了你 难为你一片心 世事被本宫思量 朕妾自当年嫁入前邸 能在这后宫有立足之地 无非是皇后娘娘照抚 否则臣妾什么都不懂 又是个不知忌讳的性子 说不定皇上早就嫌弃臣妾了 你的心思本国都知道了 好了 别跪下了 谢皇后娘娘 遗柜人那里闹了蛇 双喜 朱儿 遗柜人那儿的蛇 别是你那儿跑出去的 不能啊 奴才养的都是无毒的蛇 再说了 奴才竹篓里的蛇 一条都没少啊 那就好 还是把你的蛇扔了吧 省个旁人一心咋门 吃 来 来 朱儿 听说遗柜人被蛇一下 挪去了贤妃宫里 挪去了贤妃宫里 除了皇后照顾有孕嫔妃 再是本宫分老 哪轮到她惹人闲 真是岳祖呆庞 朱儿 东西得了吗 按照朱儿的吩咐 奴才得了一些 突然井阳宫的油彩 下去吧 喳 海岚 你看看这些油彩 有什么奇怪的 我去哪儿 姐姐 这油彩里面 混着蛇莓汁的味道 我从小在乡间长大 对这个味道挺熟悉的 只是 姐姐为什么这么问啊 我今日命靖阳宫 洒了雄黄石灰 谁知 只我离去的短短两个时阵 已经数条堵舌 顿走四寸 我这才想起 井阳宫因仪贵人玉玺 特意装饰花彩 不知是谁 从中做了手脚 才引来这些脏东西 这内务府装饰井阳宫 经手的人可多了 此案难查呀 姐姐 你可要将此事 禀告皇上 自然要告诉皇上 仪贵人就要搬来 延禧宫赞助 在他平安生产之前 我们怕是有得仔细了 海岚 你心系如发 还得多靠你 姐姐你放心 我一定尽心尽力 赞助 你 赞助 你 故事 我 是 你 你 她 不喜欢这味道 皇后娘娘发了善心 咱们便多了件苦差事 你这是做什么 我既不盼望生子得女 也不盼望皇上的恩宠 喝着老十字做什么呢 苦了舌头 海岚 你应该趁着青春正好 得个义子伴女 终究也是个依靠 有了孩子未必是件好事 你看 没贵人生了孩子 就遭明天大祸 宜贵人呢 还怀着身孕呢 就不知道被谁陷害 我既没有这种防身的本事 还不如就安稳地过日子吧 可是 姐姐 别可是了 我有了姐姐你呀 我便有了依靠了 这是三宝弄来的油彩 里边的蛇煤气味 会吸引毒蛇 朕明白你的意思 修饰锦阳宫 是家贵人提议 也是皇后的意思 皇娘也应了她 这兴师动众 却惹出这般的祸事 朕即便要追查 可是 皇上是不是怕 金手的人太多了 便查不出来了 卢异啊 如意啊 仪贵人 住在你的延禧宫 朕很放心 你这般的细致 一定会照顾好的 不会出任何意外 没贵人的孩子 已经这样了 朕真的不希望 再有任何波折了 臣妾定会照顾好 仪贵人的 请皇上安心 贵妃 娘娘留步 何事 贵妃娘娘近日来探望皇后娘娘 不只是为了送冬虫下草而已吧 春光正生却照不进贤浮宫 贵妃是来请皇后娘娘做主的吧 知道还问 只是现在皇后娘娘 心思都在二哥的病上 旁的怕都顾不上 贵妾可真是羡慕仪贵人 若她 生下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个皇子 皇后娘娘肯定要抚养 那这一胎皇子可就尊贵了 岂不成了半个嫡子 这仪贵人啊 就更是母贫子贵喽 二个体弱多病 皇后娘娘膝下多一个养子 这是好事啊 皇后娘娘膝下多个皇子是好 只是眼下这衣贵人住在延禧宫 若是这贤妃又用了什么法子 就像抚养大阿哥一般 也抚养了衣贵人的孩子 那贤妃岂不又多了个皇子 若是这样 咱们连同皇后娘娘日后的日子 怕才就真难过呢 不逼你在这儿挑唆了 不逼你在这儿挑唆了 本宫以贤妃不睦已久 自然不会碎了她的心 而且仪贵人住进延禧宫 还不是你在皇上面前的主意 贵妃知道的 而阿哥病着 凭借不过就是为了皇后娘娘 还有阿阿哥着想 若是这仪贵人住在长春宫 与阿阿哥养兵不宜 况且仪贵人有孕在身身体娇弱 若是出了什么事 这皇上是要怪罪的 不过这话说回来 若是仪贵人出些什么事 倒霉的也是贤妃 左右不敢咱们 含有皇后娘娘的事 阿若的阿玛在您阿玛手下办事 要是她可以随时告知 咱们仪贵人太相的消息 那就好了 阿若 天色不早了 嫔妾先告辞了 阿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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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小福子来 等等 这什么呀 宜贵人怕冷 这是给宜贵人驱寒用的红螺炭 刚从景阳宫送来 不错 这宫里早没了炭火 只有我们家主子还在用 皇上特许的 打开看看 好 好 走走走